安~~囉嗦 全民喵咪打 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觀眾今天一樣是我們順便要順便打環節喔 那今天情況比較緊急 我們趕快先來把我們這邊的挖掘的鑑定報告 全部都給他打開喔 那如果有獵人的地圖的話呢 就趕快先來打一下獵人的地圖 OK 全都沒有 哭逼了 好棒喔 完蛋 而且我們上一次有一個好像還是我們就是那個 獸食關卡拿到的完美地圖 然後裡面 居然是 好不好 居然是我們的本能慾關卡 哭了 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趕快刷一刷 因為我們現在需要一個空間給那個 我們接下來的那個獸食關卡 一個獸食關卡快要結束了 然後最近基本上我們這個 中秋節環節阿 好像有一個就是那個 加倍的這個時間 那大家最近在抽的時候呢 你們有沒有就是發現我們這邊的這個 傳奇角 超級稀有角色有比較好抽呢 也可以跟人家分享一下喔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 兩倍還是多少倍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目前來說阿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阿 還是覺得那個什麼阿 還是覺得就是我們那個 超級必中 喔 才是真的 呵呵呵 單中的話我真的是不太敢啦好不好 就是沒有那個必中的時候我真的是不太敢抽 因為我之前的話基本上 我以前阿 有跟大家講過 我就是第一隻貓戰的這個角色 就是我們這次帳號的這個 首抽阿 就是我們是有刷首抽的 然後那個時候基本上 瘋狂狂刷猛刷 然後刷到那個世界篇的那個 盒碼關卡打完那關你才可以就是 拿到我們那個抽抽的這個資格 然後那個時候刷了超久的喔 然後結果後來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那個週年的時候阿 因為週年的時候就是送蠻多的 然後那個時候基本上 再刷會比較好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是怎麼刷嗎 我大概連續刷了大概七天吧 然後我是 每一次都是那個 就是登錄然後抽個單抽 單抽喔 不是時間抽喔 單抽抽了差不多兩次 我們就要重新畫一隻帳號了 然後你就要開始重打 打到我們就是那個 盒碼關卡 那個時候我是這樣抽的 而且那個時候基本上 我們要刷的角色是誰你知道嗎 我們想要抽的是貓半全派派 結果最後刷了七天 只刷到一隻那個 雷電基隆 喔好 那我就認了 我就說OK好 這遊戲應該是沒辦法刷首抽的 我就直接開始玩了 所以至始至終 我都不太相信就是沒有超級避重的時候 貓戰的這個 單抽環節會很好運阿 但是我們就是那個阿 就是我們那個金券出奇蹟的時候 我是覺得真的還算不錯 至少用金券啦 不要用那個什麼罐頭好不好 用罐頭真的是超級無敵浪費的喔 那最近如果大家有抽我們這個 卡池的話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這個超級稀有的機率有沒有比較高 因為我剛剛有看到就是我們這邊 中秋節的這個活動的時候阿 好像有顯示就是那個 超級稀有的這個 加倍好像是兩倍的樣子喔 就是會比較多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喔 大家如果有嘗試的話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 因為我基本上我現在除了就是那個 超級貓咪技或是那個特級貓咪技 會抽以外 我其他基本上 其他的這個卡石阿 我通常都是等到就是 1500罐罐必中的時候 有超級必中的時候我才會去抽 不然我真的覺得就是 罐頭真的很浪費阿 剛剛最近基本上因為哲平開了店嘛 然後就是那個 經濟非常拮据 就沒辦法一直瘋狂課金 結果瘋狂就課那個 海賊王 傻眼 哈哈哈 但是已經就是沒有辦法像以前那麼的揮霍了啦 好不好 所以我再跟大家奉勸一句話 如果你想要 開店阿或是買房子喔 你跳一個就好了 然後 你知道阿就是開店或是買房子 你只要做了其中一件事情 你的生活就會開始變得非常非常有壓力 那這邊的話基本上我是不太有壓力耶 但是 你平常可以花的一些錢就變得不能花了 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 奉勸大家 如果你想要創業阿或是想要買房子的話 可以好好考慮一下 你自己想或想要讓現在這個生活就是有點就是 比較綁手綁腳 那哲兵基本上我這邊算是就算投了這個 我也不會影響到生活啦 只是就是平常一些額外的這個 玩樂開銷必須要縮減 那就看大家願不願意了喔 不過投資理財有賺 有賺有賺 就看大家願不願意去承擔了喔 好 這邊 超虧 超虧 好不好 這把上面的這些地圖刷一刷之後發現 媽一個都沒掉 然後他上次給我的這個是補修的本人啦 不死的這個本人慾的這個 東西 好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是有瞄到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 中秋節活動進行中 天天20個罐罐 然後還有這個貓咪呱呱樂 那貓咪呱呱樂的話應該說是一週一次啦 然後再來就是會有這個 超級稀有&傳說稀有的這個兩倍機率 出現率兩倍 那你們覺得有感嗎 也可以跟哲民分享一下到底有沒有出現兩倍 好不好 因為我是沒有去抽 那如果有抽的話有抽到兩倍的話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欸 到底推薦不推薦 然後 目前來說只要有活動的話 這些都是基本款了啦 就也沒有太多的一些新東西 就是給大家刷這個 開眼的這個東西啊 還有這個懸崩加年華啊 不過懸崩加年華最近的話 大家都有看我們影片的話 就會發現就是我們這邊有很多的這個 貓眼石 傳說貓眼石是可以拿的 那哲民都已經拿完了喔 你就是 必須就是該怎麼說了 你這必須就是去那個 打掉 用一階段的這個 自己的這個貓咪來去打那些關卡這樣子喔 那絕佳的秘密基地的話 這邊就也是比較尷尬啦 因為我是要打那個完美的 完美的這個秘密基地要五張 要打完五關才會有一個這個 金券的樣子喔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好像 一直都沒有篩選到 就一直都沒有找到 喔 這邊有點偏尷尷尷尬的喔 不知道在幹嘛 為什麼這麼難拿 那到底 傍晚的這個熱熱桌蟲大作戰 但拿到這個網子 我現在是想要先把它存起來啦 因為現在是沒有新的這個 沒有新的這個甲蟲嘛 我想說就不用那麼早就是先 拿到這個甲蟲的這個東西 應該一點點就可以這樣子喔 就是不用那麼急著 一定要就是把它抽光 但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換成就是我們那個票券啦 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是不會喔 所以我就是把它就是繼續 累積累加 完全沒問題 來來來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再來是我們的補球本人啦 反正就打一打 因為它這個會佔你空間 但通常我一般來說我都是那個 我都是那個什麼 我都是直接 該怎麼說 我都是直接那個 都是直接打到一個完美的地圖 我就休息了喔 因為裡面的話那個有可能就是獵人的地圖 然後你多打的話 那則也不會是獵人的地圖 我就懶得打了 不過我覺得真的還是要找時間 來打一下這個本人慾的關卡啦 就是讓自己這個本人慾的東西 就是在往上提升 好像會比較好一點點 GOGO LASSGO 然後4470 繼續給它走起 540 GOGOGO 開噴開噴 開噴開噴 1050 這關真的是蠻尷尬的 就是這個漩渦一直捲一直捲 這關我好像也是蠻容易會直接敗北的 超好笑 每次打這種關卡都 就莫名其妙就會輸掉這樣子 明明就照理來說應該是不太會輸的 可是就輸了 有沒有看到 隨便打關卡9是這樣子啦好不好 莫名必妙 這個關卡應該 應該是明明就不會輸的關卡 然後就偏偏就會輸 那我以前在打的時候應該是那個啦 我以前在打的時候就沒有那個 沒有開那個加速 沒有開加速確實會影響到就是 整個這個守部的這個操作 我覺得待會應該還是先讓那個誰 先讓我們就是那個 地底專部隊先出來 至少他可以就是暫停一下 會比較好 然後小漩渦那邊的話就是看一下 然後盡量留一些就是那個大隻佬 在後面這樣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喔 這邊好像 有點偏尷尬喔 因為我們現在好像沒有太多的東西有出現 好 拿一個地底專 地底專出來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了吧 好 專地板挖出來 盯一下x3 nice 然後這邊就這幾次又要專地板了好不好 就直接專地板這個王八蛋 超麻煩 你看 爆開了 這關真的可能沒辦法開加速了喔 一直都是這樣好不好 一直都是這樣 總是如此啦各位 好 那這邊的話不開加速的話 我覺得一開始可能也沒辦法就是 出太多的這個東西 然後我剛剛是一大堆錢都拿去升錢包了啦 我覺得可能也是沒辦法 那麼快的就是先把那個錢包先弄起來 這個也是蠻重點的 先來一個 先來一個電鋸貓吧 割草貓開割 割草貓連這個三人組都打不死我的天 好 盯一下 然後待會的話呢 我想一下喔 我們應該就是 盡可能先叫一隻大隻的 大隻的先叫起來 出套機 啊白癡 我出套機是一階的 因為我最近不是在用那個出階的角色打嗎 然後我們現在比較慘的就是 沒把他轉到三階 難怪好像感覺怪怪的齁 難怪好像感覺怪怪的 好 沒關係 至少我們現在還是先申請錢包 然後等他鑽地板的時候呢 等他們打到之後呢 我們就是那個 應該先叫一隻 地磚 地磚出來 然後前面有這個出號機 可以幫忙累積一點錢錢 然後累積一點錢錢之後 我們就可以叫那個白無垢出來囉 白無垢 抓到現在就看出套機能不能幫忙先 扁個幾下好不好 扁一下 扁一下 扁兩下 扁兩下 扁三下 扁三下 喔 nice 好像照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待會就是叫那個 叫白無垢 開扁 喔 這邊好像還可以繼續叫電鋸喔 喔 打死 這樣完美了喔 這樣就ok了 看這叫什麼 平常沒有什麼把握的關卡 千萬不要開加速 加速真的是那個 技巧的這個 造妖技 你如果沒什麼技巧 你開加速 你就直接被懸虐的份 就算有超級貓貓一樣 你看 這邊有超級貓貓 沒技巧 一樣被懸虐 當然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就可以開加速了喔 他就開了就爆掉 哈哈哈哈 沒那麼慘吧 我們這樣都已經算是把那個全部都弄好了喔 應該是可以的 沒問題沒問題 直接解決 直接解決 nice 弄死弄死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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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秘境四堂超級難 可以啦喔 好 那今天主要來說就問大家 就是這個中秋節這個活動加倍啊 你們有沒有趕呢 因為我自己個子以前是沒有抽角色 如果大家有抽角色的話也可以跟人員分享一下 究竟超級貓貓跟這個傳說稀有貓貓 有沒有兩倍喔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囉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這隻小朋友的家道 大家 掰掰囉